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登辉在台北去世 97岁 他大概在三天四五天前在这个推特上就传出来他病危 这一次呢就就等于是没有扛过去了 我自己的感触呢就差离世离开到 他在7月份的这个时间里去世 7月份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看到的环境中 以美国为中心对中共重新定格 在人的环境中在现实人的环境中 把中共定为新暴政 变相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性 他的他的宪政合法性 这是7月23号 在中共共产党99年的生日的那天 蓬佩奥发出了讨共习文 所以应对这个场面 那李登辉应该是在在中国的近代的100年的历史当中 作为国民党当中的这个国民党的总统 他是总统 按照国民党上级的总统 作为国民党的总统 在他的权力的范围之内 完成了整个中华民国的权力的更替转移 以及使得整个中华民国重新走回民主宪政 这个以及现在 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台湾的一切 所以这个李登辉被称为叫民主之父 如果从宪政的角度来讲 其实你可以讲说 他是中国近100多年来真正的民主之父 因为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消失过 共产党是贼是寇 我们早就这么讲过 我们早就讲过他是贼他是寇 那蓬佩奥给共产党定性叫新暴政 不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只谈中国共产党 变相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李登辉在今天的环境中 离世而走 那就给这个环境 就以他的死亡的方式 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有机会认清 什么叫民主的中国 什么叫一个自由的社会 什么叫一个结束暴政 什么今天的台湾 为什么走到今天 其实就有一个契机 让大陆人 很多大陆人能够认清他 共产党是把李登辉 视为他绝命 就是绝对绝对的敌人 绝对绝对不可一世的一个必须被抛弃的人 被打倒的人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刚刚发生 距离我做节目时间只有四五十分钟吧 我个人觉得在看过他的生平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所有中国人 大陆人 有必要在今天的环境中 有必要去了解李登辉到底是个什么人 当你了解了李登辉 你就知道今天台湾的何取何从 你更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摧毁着 每一个大陆人的内在的生命的认知 苹果日报 这么报的 叫奠定两国论 台湾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病逝 中年97岁 为什么叫首位民选 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的时候 他是副总统 所以蒋经国作为一种改革派 他就开放了报禁 开放了党禁 开放了报禁 是蒋经国临死前的做出的决定 一年之后死去 作为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 一下就接下了总统的位置 他在总统的位置上 完全可以走向独裁 完全可以找到他有孩子 干脆让他孩子接了就完了 对吧 他没有这么做 那他在总统的位置上 用了若干年的时间 把台湾走向了民选 民主自由公平法治的社会 以至于他当他一切这些民选的概念完成之后 他在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 推出一人一票选举总统 他成为台湾首位民选的总统 从这而来 所以就把他称为叫做民主之父 BBC把他称为叫做民主先生 因为主权问题导致两岸关系 一触即发 两国论 他就台生台湾的本身的一个主体的位置 主体的位置 他台生台湾的主体的位置说法 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是他讲的 中华民国在台湾 突出了台湾 突出了主体 也就说中华民国可以不在大陆 那被很多人解读成是这样的概念 而他的信念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以信仰而从政 这是他的生命理论 所以以信仰为从政的人 自然会跟中国共产党切割 那中国人 大陆人 在切割上最难的地方 就是被共产党干掉了信仰 在被共产党干掉了信仰 在中国的环境中 知道很多知道真相的人 即使有机会知道真相的人 他也是在利益层面去看待中国共产党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一种思维跟做法上的反复 当他失去利益的时候 他可以反共 当他获得利益的时候 他就牛脸就可以就就走人了 那人的尊严是来自于人是神造的 人的尊严是有根脉的 当唯利是徒者 否定尊严者 就是否定神 今天的大陆人 太多的大陆人 没有这样的生命认知 所以我节目中讲过 就是一块臭肉 臭肉的原因 是你没有尊严 只有脸皮 所以大陆人的面子胜过一切 今天的习近平就以他的面子 以这块臭肉支撑着他的一切 在统治着全中国 所有人认为蔡英文总统 是李登辉的学生 两国论的发言稿 是蔡英文写的 两国论的发言稿 是蔡英文写的 蔡英文在美国读的法学博士 那蔡英文后来归顺 就是转代了民进党 而他 李登辉一直是国民党来的 这个所以你可以要注意到 民主不分党派 民主自由只分人性的定位 李登辉 台湾曾经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 88年接替蒋经国成为总统 一直到2000年离任 他待了12年 那推动台湾政治民主过程 下令废除动乱 叫动员战乱临时条款 就是煽动暴乱条款 那煽动暴动 暴乱条款的概念 其实你可以类比今天的港版国安法 李登辉删除了港版国安法 等于废除了政治犯人 今天的港版国安法 增加了政治犯人 增加了政治犯人 29号台湾抓捕了四个年轻人 最小的16岁 最大大概19岁是20岁 分裂祖国 他们曾经成立过叫独立什么什么团体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 他们已经解散了 但依然抓捕了他们 他修改了中华民国宪法 推动了民主改革 在台湾前途与民主化路线 与反对党民进党接触 他是国民党来的 1996年在台湾实行首次民主选举中获胜 当选首任民主直选总统 权力达到巅峰 在他的执政下 2000年完成了首次政党轮替 李登辉离开总统府 深深影响着台湾政治 2000年 推出了政党选举 他选的连战 代表国民党 输给了民进党 所以这就是当时台湾 进行政党轮换的一个标志 进入民主进程的 和平民主进程的过程 李登辉 在他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 被很多评论的人认为 政治手腕高超 他要战胜 击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 利益集团 他推出了民主轮回的这种选举 变相否定了国民党 永远执政的地位 这是李登辉干的事情 所以几年之后被国民党开除除党 那他也无所谓咯 对不对 那他依然成为中华民国 作为走向自由民主社会当中的 首位真正的实践者 作为蒋经国 只是结束了蒋家的统治 那这个 作为这个李登辉 是结束了国民党 一党独裁的统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